这个视频说一下良知的PS5手柄套 PS5手柄有票给他装个套吗 是不是智商税呢 我的看法是 如果你的手汗多 或者说你给你们家孩子玩 因为小孩的手一般都比较脏 刚吃完零食人家就想玩游戏 都不洗手的 这样会对手柄造成一定的伤害 也包括浸水啊 还有这些杂质啊 汗液啊会容易进去 但是就算淡水柄套 最好也是让孩子洗个手 擦干净了再玩 别着急 或者说家里来客人呢 特别是客人里面有小孩 因为小孩的手嘛 没中的 毕竟一个手柄500多块钱 弄坏了 虽然说国行的有保修吧 但是坏了也还得去换 挺麻烦 所以说有以上情况 可以考虑弄个手柄套 这个手柄套啊 它的防滑性能比较好 我用过一阵子 虽然说PS5手柄 它这个位置有防滑设计 而且还是PS5的这种logo很棒 但是肉眼是很难看清楚的 但是这个手柄套的这个手感 它的摩擦力防滑性能更好 就算是这种PC的透明壳 稍微重了点 这个软套很轻的 这个硬壳的握持感 防滑能力更强 比原装没有戴套 防滑握持感更强 这个软套握持感 防滑能力也比默认的没戴套也要更好 因为我有一阵子先戴了这个套 后来给它拆了 特别容易想滑出去 后来也慢慢的也习惯了 从这点对比来看 还是戴个套更好一些 我估计有很多同学会说 这种手柄套在原装的充电底座上 能不能用 我这个底座是索尼PS5原装的底座 你们注意看 它手柄下面有一个开装裤 它是可以很方便的装到上面的 它这些壳呢 这种软套呢 它下面也有一个开装裤 也是可以适配PS5原装充电底座的 我把它装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这种细的位置 我总感觉容易撕断 但是实际上没有撕断 我跟厂家也反馈过 厂家说没问题 毕竟这种硅胶套它是有弹性的 安装方法也很简单嘛 两条腿就像穿裤子一样 先给它把这边裤子穿上 先给它把这边裤子穿上 这个裤子伸不出腿了 然后给套进去 然后摇杆 也给套进去 穿好了一条腿 脱裤的方法也一样 你看就这位置特别细 我就怕它断了 实际上没事 但是安装的时候也小心着点吧 还有这个摇杆 也死歪歪的扯着它 就是这样的 贴合还是挺不错的 这是原装的PS5底座 是没问题的 良知自己也有一个充电底座 配合自己的手柄套也是没问题的 另外它这个带开装裤 也适合很多这种其他品牌的充电底座 具体买之前 如果你用的是第三方的 非良知也非PS原厂的底座 你可以问客服是否支持 除了这个配色之外 它有黑色 我们看这位置 它有黑色 还有这是黑白配 这是纯白色 如果你对良知的PS5手柄套感兴趣 可以到我橱窗看一下 它们不定期有折扣 价格也不贵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的全部内容 希望能帮到你 欢迎关注小白的宝箱 我们下次见